TUAGE 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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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一下吧 特别有让형 欢迎 我們現在就在TOMACHINATION的showroom 如果大家有留意 每個月其實都會更新一些新的產品 我看到新的產品在那裏 是啊 9月的時候 應該大家很催促的就是METAL BUILD FREEDOM 2.0 都放在現場了 你可以看到放得非常有氣勢之餘 旁邊也有我很喜歡童年時代系列 魔神英雄院 這個新星龍神院 都已經降臨了 來到這裡 showroom給大家看得到的 除了我剛剛說的這兩個之外 在門口儲窗還有幾個 這幾件產品即將會在9月底見解 當中包括龍珠系列 畫裝紙那一架最漂亮 很喜歡這架 其實這架我自己很喜歡之餘 我覺得當年代可以畫到這樣的設計 好像是這樣的 第三名的設計是走在潮流的尖 就算是拍攝武士的手尖 作業是很漂亮的 對 還有之前他模型出過一個去變名的 另外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偏複合 第1989年那一架 都是9月底的時候會見街 但是重點就不在showroom其他新品 因為看到我們前面放了這個氣勢的陣式在那裡 就知道今天我們和大家一起試玩這架 搞雞的 聽明它再反王 是啊 這架之前我記得推出的時候 在我的年代 是的 即究竟幾年之前 是炒到飛天的 是的 是的 當時炒到不得了的 然後後來推出了這個巨型飛機的pass 這個飛天是上太空的 是的 逐一跟大家說一下 你看到我們有三隻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很熟悉膠間的本體 整個設計和它的特色和當年都是一樣的 當年這個勇者王出來的定價實在是很震撼的 是的 那時候是過2000的 很貴 是的 現在好像有這集二位相 哈哈 太多人都跟風了 所以當時玩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很快速地和大家床找一下 第一樣一定要說的 就是它的合金pass 有非常之多 是很重手的 是的 只躲起來 你只會感覺到腳都不得了 我們現在一邊拍的時候一邊給大家看看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獅子 它出必殺技 封起運動拳的時候 真的可以兩隻手合在一起 因為它的中毛是有關節可以收起 可以兩隻手合起來 對 所以拳頭就可以捏在一起 就出這些必殺技 除此之外 大家不得不提 就一定是它的腳 理大 對 這雙腳除了是份量 質地 很厲害之外 其實很少有在玩具方面 真的能做到整個理大 真的理大 其實就算FANDA自己以前 例如 V型電子盒等等 都不是做真理大 其實作為玩具收藏者來說 真的理大是安全很多 因為你最佳V是會裂的 是的 它會送領更短 這個就是神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放得下應該會有神神 是的 所以整個GaGa 我想對於大家來說 不單是必定收藏的作品之餘 接下來它有不同的Option Set 你能看到 剛才我們說過 這個就是地面 這個影影大家可以看到 地面戰鬥用的 去到這個這麼巨型 聖人就上到太空的版本 是的 這個真的要你多說一些 因為我自己記得 那時候已經很誇張 這套作品 去到太空的時候 我自己 你剛才看完 是的 我是新入坑的 是 上到太空就開始 我更加理解那些 Sonda 是什麼來力 打頭更加激烈 勇者王的力量 在這個無限制之下 就更加表露無為力 是 簡直好像開拐 是的 而且你看到 藍珠閣 這個應該叫小湖 是的 他也進化了很多 是 飛人去化 那個湖天也未收穫 是的 現在看到這一隻的 再巨 你看到推進器 是超級巨型 再加上 我們看到有一系列的配件 其實這麼多的配件 我自己最喜歡 一定是他的頭 是的 因為大家知道GaoGaga 這麼久以來 最有型的一定是他的頭 再加上 他顏頭前面的 那個 精緻 精緻 我們可以放在一起 讓大家看到 新版 就是這個 Option Set的版本 以及原版的頭 其實有一點點分別 而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原版是完全變形的 下視 這個其實是可動重視的 這張外形上 和這個可動 都是有所利益性的 是的 如果你喜歡一見過的 將它藏在背翼下的東西 這個就沒問題了 但是你真的想重現 戰鬥裏面 或者擺一些特地的姿勢 特別是頸 你叫側頭 在這個就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用這個 主要是左右側 對 側頭的動作 可以擺得很好 我看得到整架飛機 我想除了焦點在兩個引擎之外 我們也要讓大家感受一下 只是一個尺寸 真的很具形 空間殺手 如果你有印象 這個引擎 黃色的兩個圈 其實可以放在它的手上 對 可以加強所謂的絕招 你想一下 那個尺寸真的很具形 現在裝上了太空型的影型纖維水膏 這個是發動了綠色版本 其實原本是黑色版本 原本是黑色的 當我發動了 就有透明和透明綠的效果 還未發動 給大家看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它有一點點內扣 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而且我喜歡它的好像窩倫 而那個造工其實是挺好的 除了飛機的造型之外 另外一個必殺技的武器 Gat-linked driver 這個真的 就是上個鏡頭 一發就變成三發 是的 由Dividing driver 到上了Gat-linked driver 因為它一直以來 所有武器都是一些工具 他嘗試將它合理化的科學化 好笑的 是很驚人的 我第一次看它的Dividing driver 將那些木頭在車間 變成一間 抹開了我的看法 嘩!好厲害 這樣也想到出來了 好了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頭 飛機 其實合了上去 整個氣勢都共同 我們現在會試一次 阿丁 深呼吸一聲 我們就試一試 提一提 它那個可動手指的手 都是一絕 做得很漂亮 就是很大隻手 所有的廠商都應該拿這隻 可動手來做一個藍火龍 還有我印象中 合金系列是第一隻 是可動手指 哦 是合金雲 沒錯 合金雲裡面是第一隻 可動手指 我自己最欣賞就是 它的拳頭收入 就是它變成合體的時候 Final Fusion 它是重現了拳頭 轉出來的 是很有愛的 就是沒有想過它會盡量去呈現動畫裡面 那個合體的時候的鏡頭出來 好 現在我就把舊的陰影自己收起來了 兩位我是火醫生 我看到你們都很小心的動作 是啊 因為當年我有個舊朋友 玩的時候 其實就是不夠溫柔 不夠溫柔 是啊 當然出現了一些輕微的家居意外 但是玩的時候大家記得要看說明書 這個真的很關鍵 因為全部都是一些精密的 合體的技術的方法 它這隻還沒合體之前 那個勇者王的加班牌 整個頭盔 是可以收入它的鏡頭 然後換了這個 就可以有一個 可動做來做事的頭盔 那個靈活性就高了 好 因為這個 你如果一邊看著我們合體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獅子的鬆毛 其實就要在翼下的位置 反上去 是 一個人玩 其實你就要很小心 因為顧著前面的同事 也要顧著後面 在後面 是的 其實它有些部分 是讓你令到結合 之後是更加濃厚的 但其實你原來裝 都已經夠十整 其實就這樣 將它一方化的玩法 都已經很安全 已經很安全 不過它真的很細心 好 好 好 哇 送企腦 就給大家看看 它真的對它夠重磅 原本那對飛翼的尺寸 突然之間好像蚊子和牛腿一樣 是 真的好像差至少一個馬 現在我們看到它巨型的尺寸 如果在家層這樣陳列的話 是一個把四個位置 真的有氣勢 勇治的皇宮像是氣勢的代文詞 是玩就是玩氣勢 其實我很期待它整個系列都出來了 是的 因為我對龍神是情有獨鍾的 有激王神 有光龍神等等 我喜歡天龍神 哇 天龍神是不可能變形的 是的 你有沒有買過無益? 是的 是的 好 現在我們就合上這個Dreader 我相信以Bandai技術的進步的速度 總共有一天會有天龍神的合體 好 給大家看看 整個造型 其實都足以遮蓋阿迪的 整個人 我覺得 是的 雖然你看到已經很威武了 其實它還有第二個Option Set 這個就是夏華 之前有推出過的 是的 始終沒有了這個黃金錘仔 在右手邊 是差一點的 希望它會再快一點 就不會出了 我覺得 因為Option Set 你還有錘仔 不只是氣勢和簡單 玩費也多很多 因為你知道它的工具 其實用來消滅敵人 那些鉤等等 其實都跟著足原住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有心的一個系列 這個祂不知道 如果她出那個是 超白 Aggies 所以它完全無�� 真的沒有 都沒有出銀色的那些礦 能夠見到 整個氣勢 換了一對翼之前 它完全不同了 其實這個也有可能的關係 如果玩的時候可以動一點 還有擺姿勢的感覺也比較強 現在地台也非常重要 因為這麼重的東西 如果你想吊起它 真的要靠這個地台的支撐 地台是安全的 因為你不用地台玩 有時候你變一下真的固設失氣 輕輕撒一撒或者勾到 可以撒一撒多久 但你看到現在就算我 輕輕地勾到 地台也很穩妥 看到這個Option Set 其實不是新產品 為什麼會突然和大家 勾起一撒 Original這個Body 和這個Option Set 事關我們旁邊這裡 有一個新版 在這裡才看到 對 你看到這個Option Set 有幾處不同的地方 第一樣是 很明顯 地台 換了綠色 我覺得 換了這種透明6G Stone 的感覺 真的變回來了 對 第二樣是 整個Wallon 很多東西都變成電導色 變成電導金 我覺得變成電導的氣勢更強 變成電導的氣勢更強 變成電導的超合金 的感覺 如果我們玩合金 就是電導控制 對 大家玩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有些油漬 或者你處理的時候 沒有太多影響 玩完之後 最好就是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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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看看 對 只是面上 你會發現層次多了 就是因為 因為它用了珍珠白的上色擺上去 你看到有些地方的反光 變成整個立體感出了很多 有些師兄都將舊的自己滲線 滲線的效果都不差 但如果整個珍珠白就不用滲線看下去 氣勢都差很遠 除了一個面外,角都見到電圖式 對,跟著Wallon一樣是電圖式 還有我只覺得智晶片更加立體 還有不要忘記說 這個透明效果和之前都有點分別 我們可以看看這兩個效果 其實在燈光之下應該比較明顯 就是新版本的透明綠色 還有藍色幻彩的感覺 上了一種coating 藍藍的,不過就可能要某種燈光之下 或者是角度,反方 照射出來 現在看到很幻彩 很幻彩是不是? 在鏡頭上很幻彩 如果比較和舊版本 新版本感覺上很豪華 升級了很多 對 兩者選其一的話一定會選新版 對 但是買了舊版本 我們不知道 因為再彈就買多一隻 再撐一隻 我覺得未入手的司令就是一個好的司機 所以剛才剛才說 他初版時都查得幾體 是的 這個真棒 可以用懸戒入手的 再不像戴頭一樣 快點打電王來吧 快點打電王來吧 快點搶 不要打電王來吧 說笑就說完了 但是認真的 這隻我自己覺得 幾個方向我們都可以評論一下 因為作為車浩金來說 它的外形和舊的是一樣的 你能看得到 設計上是很有心機的 不單是有氣勢 再加上新的電鍋式 我覺得 直接 放在家裡都可以當作一種藝術品 這個 基本上你預計了這個神器的時候 你用了新的電鍋 金色的豪華 我自己最喜歡 地台 其實是起了很多的 你看黑色的 其實整個感覺不起 整個感覺不起 對 所以你如果有綠色的電鍋 出來的效果就非常之高 雖然說 為什麼這麼橫 拿了很多家裡的 的確是空間實手 下面這裡可以放同系列的SR SR 即是 激龍神 超龍神 沒錯 好 好 其次 在可動方面 如果大家有玩過舊那隻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完全是沒有分別的 對 但是 如果沒有玩過的朋友仔 我覺得這個有驚喜 至少 他的拳頭 不只是手指 就是直接拉 對 他的拳頭不只是手指拉 那麼簡單 他 我們這些苦口位 都有個關節 其實他手的拳頭和頭 是差不多這麼大的 你忘記了 對 所以其實他做到很多動作之餘 也可以把兩隻手掌 拼合 做成他的必殺機 他也有換件 我認識的 也有一個合作手 對 但用這個可動手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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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夠好玩 對 所以只玩手指也有好玩 好了 差不多了 對 對 可動也說了 造型也說了 我自己覺得 整體來說 不只是 氣勢這麼簡單 如果作為Dihar粉絲 除了收到這一隻之外 真的期待 剛才我們說的其他 其實應該是 Dihar會出的 對 還有如果這個做了之外 我覺得最終版本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對 如果出了一隻 電動甲 你真的很難 對 對 最贏複石 哈哈 兩位都害怕 不用怕 做多一點 哈哈 剛才跟大家分享了 在造型方面 現在我們看到 在我們眼前試玩這個 其實就是Prototan 接下來見街那一隻 可能有一點點分別 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些 但是呢 在價錢方面是關鍵的 對 到底在哪裡買到呢 一定 就要點到Premium Brandeis 大家預定了一些時間 在網上 你知道現在網購也是一種新趨勢 我以為你是說一種競賽 哈哈 這也是另一個好玩的地方 價錢是多少 價錢當然重要 原本那個是1980 我沒有記錯 即是說價格 新版那個有多少錢 新版的選擇 這個 網上的Premium Bandai 訂購價是1990 哦 港幣 是的 所以大家 就預留足夠的時間 按上網上 找Premium Bandai 這個產品 選購吧 記住這個是Star膠雞 是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我自己覺得也挺開心的 因為 雖然當年我擁有 後來已經轉手給親戚 有機會了 有機會來了 現在又再出現了 我有心仰了 也是時候要存錢的 這次我們開箱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上Premium Bandai 訂購吧 好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看 我們不要客服錯過了 我們再看 再看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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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